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 to you 北京时间10月10日凌晨 乒乓球亚锦赛女团决赛落下帷幕 国拼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苦战四盘 遗憾落败 仅孙颖莎3比0胜伊藤美成拿到1分 但她和王毅迪都2比3输给了 年仅16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 陈信彤则是1比3不敌平言美语 日本女团由此而总比分3比1 击败中国队夺得冠军 中国队苦战四盘不敌日本 无缘蝉联冠军 其中三大主力王毅迪 孙颖莎不敌张本美和 陈信彤败给平言美语 仅孙颖莎击败伊藤美成拿下一分 令人大感意外 在随后的颁奖仪式中 国拼选手表情凝固 显然对于自己的表现不满意 而主教练马林也没有出现在领奖台上 至于日本运动员则是喜笑颜开 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感到高兴不已 的确是有人欢喜 有人愁 本次亚锦赛国拼女团出师不力 还没参战就出现了王曼玉 因为家庭原因退赛的突发情况 再加上此前陈梦也早已确定不参加 所以三大奥运主力 只有孙颖莎正常出战 外加另一位世界冠军王毅迪 以及两位小将石巡瑶 宽曼 由于以上阵容实在过于单薄 而且首战孙颖莎就出现败给朝鲜选手的情况 所以教练组紧急抽调 原本已经落选的世界冠军陈姓彤 从国内赶来参赛 但毕竟时间紧急 陈姓彤直到10月9日才上场 在半决赛打了一场球 紧接着当天晚上就参加中日决赛 完全没有进入状态 今年初的时候 日本女团曾在釜山士兵赛上2比1领先 将国拼逼入绝境 但最终还是2比3败北 而在其他各大赛事中 日本女团也多次不敌国拼 获得亚军 如今成功翻身夺得冠军 队员们自然是欣喜无比 相比于情绪高昂的日本选手 国拼运动员们的心情 无疑是比较沮丧的 近段时间 他们一直在疲劳作战 本就状态不佳 最后没有获得冠军 无疑是个沉重打击 同时也引发了球迷们的深深思考 如此连轴转参加比赛 真的合理吗 不过国拼女队 在本届亚锦赛上的战斗 还没有完全结束 因为接下来还将进行单向赛的比拼 最后希望大家能走出失利的阴影 迎接单打 双打的考验 争取在其他项目中击败日本强敌 再次登上最高领奖台 中日两队是目前世界女拼 无可争议的前二球队 本次比赛也毫不意外地 打进女团决赛争冠 但双方主力的状态都有出现起伏 其中孙颖沙输给了朝鲜运动员一场 平野梅宇 张本美和 则经历了五局险胜的情况 所以决赛的排兵布阵安排 也引发球迷们的密切关注 最终国拼还是坚持以稳为主 没有派出小将石巡咬 宽曼 让三大主力孙颖沙 王毅迪 陈信同上阵 日本也不敢便阵上大腾沙月 继续让张本美和担任一单 外加伊藤美成 平野梅宇辅助 早天西纳继续休养 晋级之路 女团首轮国拼遭遇险情 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3比1逆转神秘之师朝鲜队 孙颖沙先输一盘 但很快恢复了状态 成功与王毅迪 石巡咬 一起拿下最后胜利 第二轮国拼主力陈信同 回归取代石巡咬的位置 与孙颖沙 王毅迪 一起在半决赛3比0 轻取中国乡党队 日本女团首战赢得比较快 3比0就拿下了新加坡队 但平野梅宇状态不佳 随即在半决赛与印度队的较量中 被换下 结果新兴大腾沙月 遭遇惨败丢一分 但张本美和连拿2分 伊藤美成砍下一分 由此而3比1获得晋级 再次与中国队争夺冠军 比赛过程 王毅迪2比3张本美和 王毅迪是近年来国兵主力中 对日本战绩最不理想之人 因为多次败北 而在巴黎奥运会的名额竞争中 提前出局 被教练组拿掉资格 而战胜他的日本选手里 就包括张本美和 如今二人再次相遇 王毅迪自然非常希望 能击败对方 证明自己 首盘比赛的对阵双方 曾在纪念世界杯上有过交手 当时王毅迪苦战5局败北 1比4就输给了对方 此外 王毅迪近年来对日本主力的战绩 非常糟糕 所以此战也让中国球迷们感到担忧 比赛开始后 王毅迪在首局率先发动 取得领先优势 但张本美和也没有轻易被破防 在落后的情况下 不断反击追分 必用近台的节奏变化 逼王毅迪出现失误 但自己也打丢不少 很快就被王毅迪以11比7拔得头筹 但很快就连输7比11 6比11被逆转 第四局11比8取胜后 决胜局虽然3比8落后 9比8反超 但最终还是9比11戏败 由此而先丢一分 孙颖沙3比0伊藤美成 这两位奥运冠军 此前曾多次交手 互有胜负 但最近五年伊藤美成 都没有赢过孙颖沙 而且不久前才在WTT 中国大满贯赛上遭遇惨败 所以普遍认为 此战孙颖沙赢球的难度不大 不过他还是在首局 遭到了对手的冲击 挽救局点后才以12比10拿下 随后便完全掌握了 场上的主动权 连赢11比6 11比5帮助中国队 颁平总比分 陈兴同1比3平也没雨 这场球国拼的优势非常大 因为陈兴同此前与平也没雨的 六次交手全部取得胜利 而且大多赢得非常轻松 所以普遍认为 这次他也能顺利拿下 然而这次陈兴同是临时被替补 取代王曼渔参赛 10月9日才上场 打了一场球 完全不是正常状态 几乎每局都是落后追分 最终1比3遗憾败北 9比11 12比10 10比12 4比11 国拼女团由此而被逼入绝境 孙颖莎2比3张本美和 第四盘孙颖莎已经没有退路 再输国拼就将无援冠军 而虽然她此前也曾六连胜张本美和 但考虑到六连胜平也没雨的陈兴同 已经败北 所以此战仍然得做足困难的准备 比赛开始后 孙颖莎以11比9险胜拔得头筹 紧接着第二局11比6拿下 但随后却连输8比11 7比11 紧接着决胜局再次出现落后 最终以6比11输光整场比赛 国拼也由此而无缘夺得冠军 经历高强度高密度赛事考验的国拼运动员 在结束WTT中国大满贯之后 本周又飞到了哈萨克斯坦 参加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乒乓球亚洲锦标赛 率先开打的团体比赛中 国拼女队连续淘汰了神秘之师朝鲜队 和中国香港队后 率先闯入到了决赛的舞台 随后开打的另外一场半决赛 日本女团笑到了最后 这也让当今拼谈两支实力最强的球队 会失决赛 对于国拼重将士来讲 赢下中日对决 腾起亚锦赛女团冠军是唯一的目标 不过在比赛开打之后 国拼状态明显不佳 王毅迪 陈兴桐都爆冷输球 孙颖莎虽然击败了伊藤美成 但是再度登场之后 在手握大比分2比0领先的情况下 被张文美和逆转 最终国拼1比3不敌日本 屈居女团亚军